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心理小课堂,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了解压力的来源,找到解决之道 二,培养自我同情,学会温柔对待自己 三,建立积极人际互动,提升社交满意度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了解压力的来源,找到解决之道 好的,让我们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这个严肃的话题,压力 首先,我们得承认,压力就像是那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总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敲响你的大脑之门 它有许多面孔,工作截止日期的狂奔,家庭责任的重担,财务问题的脚索 甚至是社交媒体上那些看似完美生活的无形比较 压力是多面手,能在你最不想要的时候,以最不想要的方式出现 那么,我们如何找到压力的源头呢? 首先,我们得像侦探一样,追踪线索 这可能意味着你需要坐下来,进行一次自我对话,问问自己,是什么让我感到如此焦虑 可能是工作,也可能是个人关系,或者是你的内心深处那个总是对自己说不够好的声音 一旦我们确定了压力的源头,就像是找到了宝藏图上的X标记 接下来就是挖掘解决之道的时刻了 这里有几个策略 一,时间管理 如果你的压力来自于永远做不完的任务 那么可能是时候拿出你的时间管理技能了 试着像安排一场精彩的晚宴一样,安排你的日程 每个任务都是一道菜,合理分配时间 确保每样菜都能得到足够的烹饪时间 二说,不 有时候,我们的压力源于过度承诺 学会优雅的拒绝,就像是在生活的舞会上跳一支舞 但不是每首曲子都要起舞 三,锻炼身体 运动是一种天然的压力释放剂 你可以选择跑步,就像是在追赶你的压力 然后在终点线上把它甩掉 四,冥想和正念 这就像是给你的大脑放一个迷你假期 通过冥想,你可以让你的思绪暂时离开那些压力源 就像是把它们放在一边的书架上,稍后再处理 无寻求支持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倾听者,或者是专业的帮助 这就像是在生活的战场上招募盟友一起对抗压力的入侵 六,幽默感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保持幽默感 笑一笑,可能不会让压力立刻消失 但至少能让他感到尴尬 毕竟没人喜欢在派对上被忽视 记住,压力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它不必成为生活的全部 通过理解压力的来源并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将它从一个咆哮的怪兽 转变为一个可以管理的小宠物 最后,不要忘记 每个人的压力都是独一无二的 找到适合你的解决之道 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衣服 它应该完美适合你的生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培养自我同情 学会温柔对待自己 各位同学,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看似简单 实则深奥的话题 如何培养自我同情 学会温柔对待自己 这个话题 就像是那个古老的哲学难题 鸡蛋和鸡到底哪个先出现 只不过我们的版本是 是先对自己温柔 还是先感到自我同情 好吧 这可能不是个哲学难题 但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 让我们来定义一下 什么是自我同情 自我同情并不是自怜自艺 而是一种理解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以及在面对挑战和失败时 给予自己的关怀和支持 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好友遇到了困难 你会如何安慰他们 自我同情 就是把这种温柔的态度 转向自己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是一位勇敢的骑士 面对着一条火土的巨龙 这条龙 就是你内心的自我批评 每当你犯了个小错 或者没能达到自己的期望 这条龙就会喷火 现在 你需要的不是一把剑 而是一面盾牌 这面盾牌 就是自我同情 每当龙喷火 你就用盾牌保护自己 告诉自己 没关系 每个人都会犯错 我可以从这次经历中学习和成长 但是 培养自我同情 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需要练习和时间 就像是种植一棵树 你需要耐心的浇水 施肥 甚至有时候 还得和杂草作斗争 自我同情 就是那棵 需要你精心培育的树 而杂草 则是那些根深蒂固的自我批评 和负面自我对话 有趣的是 当你开始对自己更加温柔时 你会发现周围的世界也变得更加友好 就像是你戴上了一副粉色的眼镜 突然间 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暖起来 这并不是说 现实中的问题会消失 而是你对待问题的态度不变了 你变得更加有任性和同情心 不仅对自己 也对他人 最后 我想用一个小故事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有一次 一位智者被问到 如何培养自我同情 他微笑着说 每天早上 当你看到镜子中的自己时 给自己一个微笑 就像你在迎接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一样 因为 你知道吗 你确实是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下次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好 或者生活 给你下了个难题 记得拿起那面盾牌 给自己一个微笑 然后勇敢地对那条内心的龙说 今天 我选择温柔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建立积极人际互动 提升社交满意度 当然 我很乐意 以一种既专业 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话题 首先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 人际互动 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每个人都是舞者 而社交满意度 则是那场舞会的 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 首先 要建立积极的人际互动 你得学会跳舞 不 我不是说 你需要去报名舞蹈班 而是要掌握 社交的节奏和步伐 这意味着要学会倾听 观察 理解和回应 就像在跳华尔滋时 你得知道 何时该迈步 何时该转身 社交互动 也是如此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几个 提升社交满意度的小技巧 一 倾听的艺术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跳舞时 只关注自己的动作 而忽略了你的舞伴 那场舞会 可能会很快变成一场灾难 同样的 在社交中 倾听他人 比说出自己的想法 更为重要 记住 两只耳朵和一张嘴 按比例使用它们 二 微笑的魔力 微笑就像是 社交舞会上的万能钥匙 它能打开大多数紧闭的门 微笑是一种 非言语的沟通方式 能够传递友好和开放的信号 让人感到 舒适和受欢迎 三 赞美的调味品 适当的赞美 就像是给对话 加上调味品 但记住 过多就会让人反感 找到真诚的赞美点 就像是找到舞伴最喜欢的舞步 一旦找到 就能让舞蹈更加和谐 四 共鸣的旋律 找到共同点 可以迅速建立起连接 就像是找到一首 你和舞伴都喜欢的旋律 然后随着音乐一起舞动 无论是共同的兴趣 经历还是目标 共鸣可以让人际互动 更加顺畅 五 适时的幽默 幽默感就像是舞会上的冰块 能够缓解紧张和尴尬的气氛 但是 记得要适时 并确保你的幽默得体 否则就像是在错误的时机 做了一个错误的舞步 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六 界线的重要性 在跳舞时 保持适当的距离 是很重要的 同样 在人际互动中 尊重他人的界线 也是至关重要的 了解何时该深入交流 何时该保持距离 可以避免踩到别人的脚 七 适应性的舞步 社交场合总是充满变数 能够适应不同的人和环境 就像是能够随着不同的音乐节奏舞动 灵活调整你的交流方式 可以让你在任何社交场合 都有任有余 最后 记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步 所以 在建立积极的人际互动时 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这些小技巧 你不仅能提升自己的社交满意度 还能成为那场舞会上 最受欢迎的舞者 现在 让我们一起 跳进人际互动的舞池 享受这场精彩的社交舞会吧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压力 自我同情和人际互动 这三个话题 压力 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 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 总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 但我们可以通过时间管理 说步 锻炼身体 冥想和寻求支持等方法来应对压力 而自我同情 是一种理解和接纳自己不完美的态度 以及在面对挑战和失败时 给予自己温柔的关怀和支持 培养自我同情需要时间和练习 但它可以让我们对待问题的态度 变得更加温暖和有韧性 最后 我们讨论了人际互动 将其比喻为一场精心编排的舞蹈 建立积极的人际互动 需要倾听 微笑 赞美 共鸣 适时的幽默 尊重界限和适应性 通过这些小技巧 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社交满意度 成为社交舞会上最受欢迎的舞者 现在 我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在你的生活中 你如何处理压力 你是如何培养自我同情和温柔对待自己的 在你的人际互动中 你有什么小技巧可以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交流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